捷克传奇导演 新浪潮代表人物米洛斯·弗尔曼去世 享年86岁 弗尔曼妻子马蒂娜向捷克新闻机构CTK透露了这一消息 她于周五晚上在美国因病去世 弗尔曼1964年执导的首部电影《黑彼得》 获得第17届洛加诺国际电影节金爆奖 1965年和1967年 分别凭借金发女郎之恋和消防员舞会 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 1971年执导的首部英语剧情片《启程》 获得第24届钢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1975年和1984年 芳尔曼分别凭借《飞越风人院》和《莫扎特传》 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 幸述大亨获得1997年波林电影节金雄奖